到美国读什么科系比较好找工作呢? 娃娃TV 哈喽大家好,我是迪萨 今天我要来回答一个我很常被问到的问题 就是究竟到美国来读大学 要读什么科系比较好找工作呢? 先说好,我只待过加州 所以我只能按我的经验 跟我身边朋友们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 那像我们北架这边就是矽谷嘛 当然就是念电脑啊 或者是电脑工程之类的 像是engineer啊或者是computer science之类的 你知道你知道了吗? 就是矽谷科技业啊 像是apple啊,facebook啊,google啊 都在我们这边,所以念电脑 那南加州那边像是San Diego 听说那边的生物科技好像蛮发达的 所以念生物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商科类的像是business,accounting,economy之类的 应该也都还蛮好找工作的啦 你知道了嘛,商科应该都还蛮好找工作的啦 要不然怎么那么多人在读商科对不对? 我是觉得啊,在美国读会计应该蛮好赚的 因为以我家的经验来说好了 美国的会计师的费用都超贵的 那在美国呢,还有一个蛮热门的科系 那就是psychology心理学系 不过大学读psychology出来 基本上是找不到什么好的工作啦 你读psychology最少都要读到硕士毕业 然后再去考一个心理师啊 或者是心理治疗师啊 心理咨询师之类的执照 你才可以开始职业 我是觉得啊,心理学这一块呢 在美国应该是还蛮有市场的啦 因为美国人呢,他们很喜欢去看心理医生啊 或者去找心理咨询师抒发情绪 我有发现啊,他好像是只要心里有一点不舒服呢 就会去心理咨询 那其他像是律师跟医生之类的 跟很多国家不一样 在大学呢,是没有相关科系的 律师跟医学院呢,是要硕士班才有 所以你大学呢,你必须要先自己选一个科系读 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呢,才能去申请读 律师或者是医学院的那些硕士班 然后硕士班念完之后呢,才可以去考执照 然后才可以职业 那我以上说的呢,都是一些公司会比较愿意去帮你申请工作签证 让你留在美国的一些工作 那接下来说一下一些艺术类的好了 艺术类像是音乐、美术、表演等等的科系呢 大部分不是自己当老师呢 就是自己开工作室接接case 这种呢,如果你不是美国人或者是拥有绿卡的话呢 基本上是很难留在美国工作的 除非你找到公司愿意帮你申请工作签证 不然的话,根本就没有人可以帮你申请工作签证 那你要用什么理由留在美国呢,对不对 那我先撇开能不能留在美国工作不说好了 我是觉得啦,艺术类像是音乐或是美术之类的 如果你自己当老师接接学生的话 应该是蛮好赚的啦 尤其是像在亚洲国家呢 那些留过学的老师呢 他们的学费都特别的高 好,那今天就是Lisa跟大家分享的 在美国读什么科系比较好找工作 那这样大家听我说完有没有比较了解一点点的呢 知道要读什么科系了吗 那大家如果还有知道什么比较好找工作的科系呢 也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哦 可以来推荐自己读的科系 非系要前几给大家参考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按订阅、开铃铛加分享 另外Lisa也有Facebook、Instagram 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来follow按赞一下哦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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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